告知承诺制和不告知承诺制区别是什么? 告知承诺制和不告知承诺制区别是报名流程不同,主要在于是否要进行报名资格审核。 选择采用告知承诺制,考生填写的个人信息在线验核通过之后,可以直接签署承诺书、缴费、完成报名。 报名期间不需要再进行资格审核,但是如果填写的个人信息没有通过在线核验,需要根据当地政府的要求再进行人工核验,审核通过之后缴费。 有部分地区的资格审核是在考后进行的,如果考生的报名信息不符合,没有通过审核,即使成绩符合要求也不会派发证书。 选择不采用告知承诺制,报考的考生都需要按照当地的要求进行资格审核,审核通过之后才能报名。